台南第一家五星级的大义励志酒店 4月底发布了协业的消息 表示因为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6月30号将会解雇所有员工并且结束营运 消息一出震惊各界 台南市劳工局也在上午前往了解状况 目前解雇的人数是251人 而多数的员工是临时收到通知 不少人都难以接受 柜台只剩两个员工 台南大义励志酒店 整个大厅空荡荡 因为4月底酒店发出公告 决定停止营运 消息一出不少当地民众感到震惊 想象不到吧 想象到震惊 对啊 毕竟身为台南第一间酒店 在地经营19年 接待过众多政治人物和国际巨星 具有指标性地位 许多公司行号也会选在这里 举办尾牙或春酒 如今只营业到6月底令人不舍 251个员工前后这样的一个 之前的顾问 相关规定跟他做签注 大义励志酒店发布消息的同时 大量解雇的申请书也送达勞工局 目前员工总共300多人 其中正职员工占了251人 剩下的则是在校实习生 虽然有投保 但不算在解雇员工行列 会启动劳资会议 当然通过劳资会议的协商 看如果这样的一个共识 这是继台中亚之大饭店后 立志餐饮集团第二家饭店洗灯 疫情影响重创餐饮旅宿业 如今连台南指标饭店 也不得已走向停业 其他同业看在眼里 只盼着疫情赶快结束 让餐饮旅宿业能有一线生机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